现在是五点多钟凌晨 一个夜里都没睡 因为我感觉到 开始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漏尿 结果发现是见红了 就有点紧张 根本睡不着 就在查见红公缩什么的 但是看了很多东西说 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 不一定见红就立马会生出来 不像37周加5天了 所以也是有可能随时发动的 平时这个点多在睡觉很难看到 挺漂亮的彩虾 希望宝宝不要那么急吧 因为就我妈妈和婆婆 还有十几天才会过来 就他们可能会有经验一些 好几次医院 直到开四指才让我入院 现在是早上十点四十 终于打了无痛了 从四指等到七指才打 护士啊那个住产是 麻醉石都非常好 但是就是效率有点慢 然后也会闲聊一些 让人放松的东西 整体还是很好的 就是上午痛上的太慢了 前边痛得要命了 然后全程的话 会有两个midwife 就是陪着 在等羊水破 打完无痛以后 确实就是舒服了非常多 就等到下午 开始宝宝情况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生产了 现在打个特别贴心的 护士一直陪我 还有星光灯 这么创造凤雷 这个是当儿放宝宝的 我听讲非常的nice 会跟我聊天 然后插各种东西 这个时候胎位不是很正 所以拿瑜伽球 还有让我做了一些动作 矫正胎位 所以我的肩带和检测 宝宝终于出生了 然后一出生就立马放到 妈妈怀里有点吓到我 8点46分 Dad you want to cut the cord? Oh Oh Dad you want to cut the cord? No thank you He want to cut your own cord? He want to stop you He want to stop you He want to cut your own cord? You want to do it? You want to do it? 阿婆你还痛吗?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So soft 好久我到 嗯 他头有点在身边我挤了 他也看不出的 不是我看脖子 现在太软了 挤出来都会这样 到了一段时间以后 宝宝就被送到这个台子上 进行操室检查 OK OK It will drop spontaneously? Yes That's right It takes about a week or so Or just over a week And it dries and dries And then it falls off OK So we just need to keep it clean Clean it more dry than anything else OK More dry than anything else Yes Because they get a little bit moist And they can get infected as well OK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what to do You just need to put the You put it below the nap And so you can drown it a bit quicker OK OK It doesn't hurt OK OK So I'm going to go to my case He's not going to be his favorite person Yes All right And then let's go Oh It's not nice It's very naughty with my shoe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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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r baby Oh Oh Be a man Yes Oh you excuse your baby Be brave Sooner or later you'll be a man You need to practice Thank you ino Oh Oh thank you Oh Come on Hmm i want 영 This is a little bit Oh thank you 今晚还要做一些 最后的小測試什么的 所以保佬就睡我边上 Arm 那个年轻的夜晚 剛才为了第一次奶 嗯 不是很痛 只要是陷入 症具的话 就還ok 一个六斤三两的男宝宝 人生的第一晚 视频上边看起来有点丑 可能长一长会好看 第一个早晨 边上有一个闹闹的小宝宝 护士超级好 帮我放水 让我洗了个澡 给我拿了干净的衣服啊 还有一些英式的这种早饭 茶三明治什么的 整体还是蛮舒服的 现在就是有一点 侧切的疼痛 还有这个注射器的疼痛 其他的都还是特别好的 有可能今晚或者是明天出院 要看一些检查的情况 还有他得确保你会喂小宝宝奶 他才能让你回家 对医生是这样跟我说的 已经在住院部住了一晚上了 早饭 吐丝 然后酸奶 可以选择咖啡或者是茶 然后橙汁 麦片 这个都是住产师会送来的 就还蛮好的 还有一些小零食什么的 然后 这个基本上没得睡 就是因为是大通铺嘛 通间好多床位 所以 这个婴儿哭完 下了婴儿哭 下了婴儿哭完 另外的婴儿哭 所以基本上 妈妈们都没得好好的睡觉 但是护士都非常好 会有很多体贴的帮助啊 然后会帮你喂奶什么的 都确定你身体没有问题 会一些基础的喂奶之后 他们就才会放你回家 希望我今天能回去 因为在这里真的没有办法睡觉 这边是住院部的走廊 它会贴一些注意事项 还有可以参加的一些社团呀 什么的 一些辅助的小工具 小赵还展示了一些新生儿纪念品 这个房间是给小广告做了一个基础的测试啊 身体健康啊 体重啊 息跳反应啊 然后各种的一个测试的房间 最后的检查 因为母母不够 所以和医院要了配方奶 这边都有提供配方奶 这是希望这就有一个 他也没说 那么今天能不能走啊 对 确定会会的再说 这是在这儿最后一餐了 我要拍下床外的风景真的很好 我生产那天上白班的助产师 还专门跑来看了我和宝宝 特别贴心 经过三天 我和宝宝终于可以回家了 欢迎订阅 完全